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它厉害的地方是呢 它里面可以装四张NVMe的SSD 也就是说 你可以同时解决速度跟容量的问题 那这个的好处是说 你可以DIY自己在里面装 你所需要的容量 你要装一个也可以 要装四个也可以 全看你自己的需求 NVMe当然是支援PCIe 因为我们有Sunderbolt 3界面 所以速度是很快的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大家看起来很眼熟 这是以前我们Architeo的Sunderbolt 3 Dark Pro 但今年开始 我们把这个层面 转化成OWC品牌 规格一样 一样是拥有 全世界第一台有10G网路的Duck 然后一样的SD、CF 规格一模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把它改成OWC品牌 继续在市场上为大家服务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是 这三个呢 也是OWC 我们现有的这些产品 它是 有Sunderbolt 3 Dark 有USB-C Dark 也有这种旅行有的小Duck 那这个Duck的产品 其实这个市面上都有 那我们的系列比较晚的说 你如果是Sunderbolt 3 你高频宽 你需要更大的速度 我们有这个14Port的 它频管很大 你有14Port可以外接 如果你只是 你没有Sunderbolt 3的电脑 或者你不需要那么快的速度 或你预算有限 我们也有USB-C的Duck 像这两款都是USB-C 所以USB-C 我们是说这是USB 3.1 OK 所以它 当然相对它的价位是低很多 然后也用旅行有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 就是看个人的使用需求 来做一个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OWC系列 目前现有的所有的 这些储存类的产品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Architeo 一直缺少的一个产品 它就是俗称土司机 也就是说好像烤面包机这样 你可以插两个硬碟的DRIVE-DUCK 那这个产品呢 我们有USB加Thunderbolt双界面的 同时也有只有USB-C only的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很方便 大家快速插拔硬碟啦 那当然这部分很多的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产品 再来就是说 OWC本身呢 我们有自己的 这个Memory SSD的系列的产品 那这些大部分我们有些是用于这个 MAC改装用 那也是有通用的 比如说SATA的 这种通用的产品 这时候会陆续在下半年都会在 台湾问世都可以买得到 那这个是一个这个 这个 那个 Thunderbolt 3D转接装置 我们有 Thunderbolt 2 两个HDMI的 或者是Thunderbolt 2 两个DP的 那这东西当然就是 很方便你做一个 这个多荧幕输出的部分 那当然你可以透过DAC来做 可是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 外出的时候带那么大的机器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很多人他是很需要说 双荧幕三荧幕输出 这会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呢 这部分全部都是 属于外接储存设备 它就是各种的各式各样的外接盒 各种界面 那这些东西呢 一直是在OWC产品界站的非常 销售量非常好的一些 一些产品 那它的界面可能没有那么新 比如说 还有FireWire的 比如说还有USB eSATA 这些比较旧的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 还是有这些 旧设备的需求 那我们持续供应这样的产品 甚至呢 连这个5.25寸的外接光碟机 到目前我们都还有在出货 那当然现在大家对光碟片的需求 不是那么大了 甚至可以说没有 可是OWC 我们考虑到很多 旧的用户的需求 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产品线 让大家说 你不要说 你电脑没有申请 你就用不到一些 这么好的设备 外接设备 那我们持续供应中 包含在这个4倍的 这个也都是卖了 非常多年的一个产品 那OWC跟Architeo并购之后 我们当然产生了一些 产品线的重新规划 OWC都会偏向比较存储类 维持这个存储类 这些周边设备 那Architeo后续会变成 以电竞跟这个外接显卡 这一类的应用为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台是我们卖的 Architeo一直 这个在市场上卖 销售很好的 这个外接显卡和Note Pro 之后这个产品会 转变成OWC品牌 继续为各位服务 那这边都是一些 OWC很经典的产品 比如说这个 这个透明的2.5寸外接盒 这个已经卖了 超过20年了 这在很多老Mac的心目中 是非常经典的产品 这个都持续会晓爪 还有包含这个 与Mac mini 1比1大小 你可以堆叠在Mac mini上面 的一个硬碟外接盒 这个东西就是说 其实并没有说太多高科技 但是在老Mac的眼中就觉得 这个东西真的很棒 很搭配他们的 现有的这些电脑来使用 包含像我们这个 Architeo的Note Duo 它是一个双卡的PCIe的 这辆产品线日后都会 慢慢的就是 以Architeo继续销售这样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很经典的 Architeo Thunderbolt 3的产品 比如说 Thunderbolt 3图10G 我们的Thunderbolt 3 Red Station 这是一个2倍的磁碟阵列 还有我们的Thunderbolt 3 Quad Mini 它是一个4个2.5寸的硬碟外接盒 这些我们都后续会变成 OWC的品相来做销售 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我们的 现有的小配件 那这个配件类会越来越丰富 比如说我们有 DP to HDMI的转接头 比如说我们有Thunderbolt 3 2米的Cable 那这个配件的部分 我们日后这个部分 也会越来越丰富 不会只局限于这个 Thunderbolt系列 或者以后可能会包括 那个手机的 这些USB的充电线 什么我们都会很丰富 就可以提供给大家 那刚刚有讲过说 我们Architeo这个品牌 之后会维持在这个 电竞的这边的发展 那这台这个赛车模拟器 大家应该常常看 我们的活动都有出现 那这部分其实就是 搭配我们的 显卡外接盒 再做一个整合的这个实验 就是说透过 所有电脑 可以透过外接显卡 提升你的绘图效能 所以你的打更就会更顺 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Node 将会继续 以我们Architeo的品牌 销售 这边也是介绍我们 OWC一系列的这个 高容量储存的 的这个设备 首先第一台 这个是一个 大家现在很少看到的 这是LTO 这一台是一个 Thunderbolt 3的外接的 LTO装置 那这个东西呢 主要是应用在 有一些可能公司行号 那因为这个磁带 它保存的期限是 比较久 相对安全 你在运送过的时候 也不用怕 比较不用怕摔 也没有SSD那么脆弱 所以很多有些巨组 他们会把这个当做 一个很最终的储存 他从比如说 国外拍完的母带 他就快递的回来 他不用太担心 这个资料受损问题 那这个是透过这个 Sunderbolt 3界面 你又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效率 那这两台呢 都是Sunderbolt 3四倍 的一个外接 硬碟外接盒 那这个 这一台呢 是我们原本Architeo的 后面它会变成OWC品牌了 那这个是OWC现有的四倍 两个是功能是一样的 那 同时呢 我们还有 这个是 OWC六倍 Sunderbolt 3六倍 以及八倍的 那特别一讲呢 这个八倍 其实我们去年 在这个Compute Day的时候 我们发布了嘛 那当初本来是计划 是当然是Architeo 来上市 那 经过这段时间呢 我们现在会把它改成 就是OWC品牌 来上市 那到时候这个造型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这些 虽然就是说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硬碟外接盒 但是 我们现在OWC有一套 这个Softray的这个软体 你可以在这个Mac底下 透过这个Softray 建立你自己的瑞5的 的系统 然后当然就瑞0 瑞1 瑞5 1 都可以使用 那这套软体呢 并不是免费的 但是 它有提供30天的试用 那你如果是原本Architeo 或OWC的装置 你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 129美金的这个价格去买 买到 大概比一般用户便宜50块 那这个是很实用 然后一台电脑 有一个账号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 这一台呢 是今年有一个得奖的 一个很厉害的产品 这跟我们第一个介绍的 那个Sunderbolt 3 图四个NVMe SSD的外接盒 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个厉害在于说 它这个是没有风扇的 所以它的噪音 还是零噪音 因为SSD嘛 那也因为这样 它的机构做的设计不太一样 它有这个散热的方式 那 这一款是内建好SSD出货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去插把里面的 那刚刚第一款 那个是属于DIY 你可以自己去配置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那个 有没有各种容量可以选择 然后没有风扇 非常安静的 这一款是我们 原本Archidio的新的产品 叫Nolight 这个Sunderbolt 3 to PCIe的这个 这个外接装置 那我们新一代的 会改以OWC的这个品牌推出 它本来是直立的 现在变成横的 那它的好处是 除了原本一样的功能之外 它的PD PD供电已经增加到80瓦 然后这个也会以OWC品牌问世 然后最后我们压轴呢 是这个家喻户晓 大家现在都很需求很大的这个 这个 Sunderbolt 3 to NVMe的SSD 单科的 那这个好处大概就是快速 然后 这个 可以做一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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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然后 它是Bus Power 你不用外接电源 所以这个很方便的应用 对于很多影音工作者 这对他们来说是 但是一大救星 现在的4K档案那么大 你需要更快速的这个传输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Archidio现货呢 还是持续一直在供应 那 换成OWC品牌的东西 目前也都在筹划 甚至生产当中 那基本上我们会把 Archidio的库存 卖完之后 然后顺势就自然的换成OWC 那这个时间呢 我相信 也不会说再短短的时间就结束了 我相信可能就是 可能到今年年底吧 都还是 以目前这个双品牌的方式走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保固的问题 因为只要是从我们这边销售出去 你只要有发票 或者是我们的序号 我们都有记录 这时候你不会变成孤儿 所以大家请大家放心 我们身为OWC Asia 整个亚太地区的OWC产品 都将由台湾 就是这个办公室这边发货 所以呢 日后我们在 以台湾来讲 各大通路 你熟悉的所有通路 你都能买到 那因为这个 两个公司合并 并不是一朝一夕 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完成 那我们在下半年陆续 所有的陆续这些OWC产品都会进来 然后我们陆续都会上架 那到时候你可以在那边买到 商品以及完整的售后服务 我相信这个 我们会尽快来 来这个 处理这件事情 那大家如果 常关心我们的粉丝团 我们在上面 都会有公布我们最新的消息 如果你已经购买 OWC的产品的朋友 你所有的售后服务 可以到 现在可以开始来我们这边 OWC产品 寻求这些保固的服务 那保固条件呢 就依照OWC的保固条款 这是不变的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过来找我们 这个是我们今年很主推的 这一次很主推的 因为这个 Sunderbolt 3 to NVA in SSD 这个产品 大家期待我们Archity 有上市很久了 那我们现在终于有了 你不需要再去找别的品牌 现在市面上充斥很多 它是Type-C 但是它是USB 3.1 这种装置 那速度大概是少非常多 Thunderbolt 3的理论值是40G 那USB 3.1 Gen 2的理论值是10G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这个速度的差异 那再来说说我们这个是 因为是做成是Bus Power 就是Bus Power 就是Bus Power就是不需要外接电源 也所以说 以Intel的规定 以Bus Power的产品 你一定要把SSD绑在里面销售 认证 那这个在Intel Thunderbolt的官网 认证官网都可以看到 那如果是你想要自己买空壳 来换的这种 基本上在Intel Thunderbolt的这个规范里面 是不允许的 那我们是身为这个 这个优良的Thunderbolt 3合作厂商 我们依照Intel的规则 那整体来买 当然是享受整体的保固 也比较不会有争议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这款目前内建 500G到2TB 速度最快可以到2800 讀取速度最快可以到2800 我想这已经非常的够用 目前市面上最快的外接装置就是这个了 欧美地区已经开始了 台湾还要稍等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问题 我们会尽快陆续把这些产品引进进来